好 继续带您来看到光复乡待会副主席蔡志辉 在去年11月份定期大会质询 设置幸福巴士的提案 乡长是高度的重视 那么上午是专程前往了凤林镇公所来拜会镇长萧文龙 那么同时特别就幸福巴士的建制跟营运规划 特别来讨教取经 光复乡代表会副主席蔡志辉 曾在110年11月份定期大会上 咨询提案争取设置光复乡的幸福巴士 来改善偏乡社区聚落交通不便的问题 乡公所以及乡长林清水也高度重视 今天上午率领公所秘书原名课长 惠同相待会副主席蔡志辉 来到凤林镇公所取经 那司机都是随时机动 上班啊 一般上班时间 面对邻居光复乡前来拜会取经 凤林镇长萧文龙也相当欢迎 特别是幸福巴士的建制规划过程 及目前的营运现况 镇长也大方分享面授记忆 从辅助计划的争取车种到路线规划 道路环境整治 营运执行等议题 光复与凤林两乡镇首长 充分讨论意见交流 收获良多的光复乡长林清水 就光复乡幸福巴士计划 能否成行表示 会后也将审慎评估规划 积极来向上级相关单位争取 改善也提升偏乡社区聚落的交通服务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编曲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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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